How can we possibly wipe out every... 这是一群听团入住五星酒店的国际名媛 他们一着光鲜外表亮丽 每一个看上去都是航门阔台 然而当他们卸下伪装 你会看到他们丑恶的嘴恋 这其实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女巫 女巫极其仇恨小孩 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小孩变成老鼠 让这个世界不再有小孩 他们的阴谋会得逞吗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 安妮海瑟威是个大光头 今天是小黑的黑色星期五 一家人雪天出游遇上收获 父母都在车祸中身亡 只有小黑活了下来 外婆将他接回老家 要将他抚养长大 给他安排的房间是以前母亲住过的 桌上还留着家人的合照 小黑看着看着不禁落下泪来 外婆见小黑整日无精打采 想用跳舞逗弄小黑 可惜他却无动于衷 外婆又耐心的鼓励他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 但我们只能勇敢的走下去 要想回复好情情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美食开始 为了给小黑姐们 外婆还特地买了一只小白鼠 有了小白的陪伴 小黑终于一天天开心起来 然而邪恶女巫却盯上了他 外婆带小黑来到商店购物 就在他选购物品之时 邪恶女巫突然出现 用糖果诱惑小黑 女巫手臂上缠着一条毒蛇 死死朝他吐着心脏 小黑被吓得动弹不等 好在外婆及时出现 女巫也随之消失不见 小黑将此事告知外婆 外婆这才知道 小黑已被女巫盯上 女巫是专门猎杀小孩的邪恶力量 外婆在他很小的时候 曾经亲眼目睹 同伴对女巫诱惑 当他第二天去找同伴 却发现对方变成了一只火鸡 据说女巫专挑穷人家孩子下手 为了防止小黑被害 外婆带着他来到豪华酒店避难 两人刚刚入住 一伙时尚名媛就来到了酒店 名媛头子随身带着一只黑猫 大堂精灵三令五身 酒店不许带入宠物 却还是架不住名媛头子胡搅蛮缠 让他住了进来 隔天中午 小黑在酒店溜达 走廊上碰到了一个小胖子 说有位女士约他在这里见面 要给他巧克力 女士还没等来 小胖老妈就找了过来 将他带了回去 小黑独自进入舞厅 正打算训练小鼠时 名媛团却来了舞厅 小黑躲进舞台底下 暗中观察这群名媛 随着名媛头子一声令下 名媛们纷纷脱去手套和鞋子 里面藏着竟是畸形的手掌和胶脂 头上戴着的也都是假发 小黑想起外婆给他讲过的女巫 尊名和名媛们一副德行 女巫头子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 打算消灭史上所有的小孩 首相女巫站出来质疑计划 结果被女巫头子当场解决 女巫头子已经制定好周密计划 他收集了大量财富 可以买到无数的糖果 然后将他特制的鼠号药剂 鲜肉糖果 就能将小孩变成老鼠 正说着的时候 女巫头子突然发现异味 他拼命张大鼻孔寻找气味来源 舞台被他直接掀翻 不过小黑已经躲进通风管道 就在危险关头 舞厅外传了敲门声 原来是弹吃的小胖来了 女巫手里举着巧克力 一步步诱惑着小胖 头上始终来预定时间 小胖体内的鼠号药剂 开始生效 就这么变成了一只小胖鼠 女巫们开始用脚踩踏小胖 眼见小胖生命垂危 小白突然开口说话 他冲到管道外面 将小胖救了进来 女巫头子尾随而至 将小黑从管道中揪出 再将药水灌进小黑耳朵 片刻之后 小黑也变成了一只老鼠 女巫头子抓住小黑尾巴 要拿棒锤将它砸死 小白再次冲上来 咬伤女巫手指 将小黑救了回去 女巫在后头 不依不挠 伸出一对魔爪 朝三只小鼠袭来 小鼠逃到通道尽头 跌进了下方通道 他们从厨房逃到酒店大厅 接着跟随电梯上到了四楼 房间的门铃太高 小鼠们只好从清洁车上跳上墙岩 然后搭起鼠内扶梯 暗响了外婆房间的门铃 小白铃是差点从墙上跌落 好在小黑抓住了她 小鼠们撤退之时 俏俏遇上做工的服务生 服务生操起大扫帚 追着拍打小鼠 外婆及时打开房门 小鼠们这才逃过一劫 小黑将几人遭遇告知外婆 还揭露了女巫头子的惊天阴谋 外婆是一位新代祭司 要是能弄到数化药剂的话 没准能制作出解药 这就需要他们去女巫家偷来药剂 女巫头子就住在外婆楼下 趁着女巫外出期间 外婆用口袋将小黑送到楼下 小黑溜进女巫房间 令电子当弹床 跳到桌子上面 然后将药水捞了出来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女巫头子却赶了回来 原来是手上没钱了 女巫打开房间保险柜 里面竟然装了满满衣柜的钱 小黑趁女巫不注意 带着药水打算逃回楼上 口袋上升到一半 却被女巫突然抓住 就在危险关头 大同经理赶了过来 小黑也就此躲过一劫 经理为女巫带来一个笼子 可以将黑猫放到里头 接着又向她征求晚宴意见 女巫定下了碗豆汤 外婆用鼠化药水和自带的草药 配置出一碗治疗水 接着启动了治疗仪式 然而女巫的法力实在太强 治疗仪式无法将她们复原 小黑主动安慰其外婆 其实当然是老鼠也蛮好的 不用再去上学 不用再学着悬纳 只要能和外婆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 她们虽然是无法再复原了 所以不能让女巫继续坑害其他小号 吉人一合计 想出一个妙招 小黑带着药水来到厨房 然后利用糖少将药水送到了豌豆汤里面 外婆带着小鼠来到餐厅 要亲眼看着女巫们自食其果 女巫们都喝得很香 只有女巫头子将进餐之时盯上了外婆 原来女巫头子就是当年将同伴变成火鸡的那位 小鼠们趁女巫说话时 投走了她房间的钥匙 此时鼠化药剂开始生效 旁边用餐的女巫纷纷变成小鼠 外婆趁机离开了食堂 一人三鼠来到楼上 用钥匙打开女巫房间 房内摆满了药水 就在外婆收集药水之时 女巫头子却拿到备用钥匙 回到了房间 女巫没有急着下手 而是伸出细长的魔爪 想多折磨外婆一会儿 三只小鼠在床底悄悄展开行动 小白小胖用捕鼠夹夹夹住女巫脚趾 女巫痛得破口大叫 小黑趁机将药水送入女巫嘴中 这下女巫也变成了一只老鼠 女巫鼠凶神恶煞 仍然不肯放过小孩 朝他们疯狂追击 可惜现在她已经成了老鼠 外婆用玻璃杯罩住女巫鼠 让她无法继续猖狂 外婆打开保险柜 里面出了钞票 还有一本日记 上面记载了世上所有女巫的信息 有了钞票和信息 这下遭殃的就是女巫了 临走之前外婆放出了笼子里的黑猫 留下女巫鼠和黑猫 慢慢玩耍 外婆给每个服务生发了一笔小碎 接着又带着小胖来见她的母亲 可是母亲却被小鼠吓到 不敢和儿子相认 外婆只好将小胖带回家中 还为他们建好刺激的鼠人乐园 让三个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 小黑询问外婆 鼠人的寿命有多长 外婆回答说 也许能活十多年 小黑对此十分开心 因为她可以和外婆一起老去 然后一起离开 多年以后 小黑成了一名老师 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向孩子们揭露女巫的阴谋 带领他们继续反抗女巫的大业 这个故事来自于新上映的女巫 可以看作对西方少子化的影射 其实也是我们当下正面临的危机 阿尼海森威一改往日女神形象 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凶声恶煞的女巫头子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影片其实是一部重拍片 1990年的那一版 相信已经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对于这次反拍版 你觉得如何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阵劲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